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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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不过是说这个房屋的ID 我们在后端接触的话 应该从哪拿数据呀 应该从哪拿数据呢 它既然是多没表单数据 那它归根到底仍然是表单 所以呢也就是说 我们在拿的时候呢 还是可以通过farm的方式 往外去拿数据 所以这点是需要清楚知道的 那比如说前端在中国传送过来 数据什么样的数据呢 应该是叫做houseID吧 是这样的名字 我们给大家对应上 那也就是说 我们在拿的数据呢 是houseID 这时候呢 这两个数据就有了 两个数据有了之后 我接下来是不是要进行判断了 对吧 还是我们所说的 nif not out 这里面判断一下 imageFile又能为空 houseID也不能为空 如果为空 那好了 又需要条件 所以以justify error number对应的 RT当中的 terror 而按message 对应的是参数错误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再来往后去走的时候呢 咱们要不能通过 我 我在首先 你说我是先上传图片呢 还是先来判断houseID 我肯定得验证参数吧 对吧 咱们是不是应该去验证一下houseID啊 这个问题就是说 如果你都把图片上传 像起牛了 结果回会发现房子不存在 你是不是白上传了呀 所以我们来先判断一下 房子是否存在 判断 然后呢house房屋的house id的正确性 所以我又要去查询了吧 那又是try try一下 从house当中 我直接通过core.get 就是可以啊 通过get的方法 往后来请他 直接把house id 放到这儿 放到这儿之后呢 如果正常是有的话 会多返回对象吧 所以我再来判断一下 然后呢我们在这里面 进行相对应的处理操作了 然后呢currentfb.log 这个 记录一下错误信息 然后呢要知道 这时候如果出现异常的情况下 那我们应该怎么去操作 需不需要的处理 是需要的吧 因为我不能确定的房子是不是存在 所以呢保存图片也没有任何异 那我们就直接给你进行返回 操作 jsonify当中的error number 应该又是数据库的错误 db error error message 然后就相当于是数据库一长 好 这是关键点 那这点也判断完成之后 那我接下来是就会进行验证了 如果说这个地方 house呢 在往回拿的时候 如果存在 它就是一个对象 如果不存在 它是是n 那我直接就跟n类型进行对比 如果house是n 代表数据不存在 在这里面直接no data 数据是不存在的 然后呢房屋数据一长 房屋不存在 这是关键点 那这点我判断完成之后 那我接下来房屋也是存在的了 我是不认识可以传出 传出图片了 仿存 仿存图片到 还是到七牛中 所以到七牛的话 我们已经进行过封装 所以呢咱们回过 从右耳头来 直接去引入一下 这里不是说I命引入了 从iHome的 咱们所封装的这个 Utios当中 实际上是不是有过这个 image storage 对吧 image storage 导入我们封装的函数 storage 把它导过来 然后呢调用一下 调用的时候 我们说了 是不是还得去补卫一长啊 有可能会出现问题 然后呢去拿数据 拿数据的话 那接下来 我是不是还得先读数据啊 所以咱们先去读数据 那应该是image file 我直接read的操作 是不是拿数据啊 比如说这是图片的数据 二级数据 读一下 然后呢只把数据拿过来 image image data 放在这儿 然后呢 那如果上传成功 会给我返回一个图片的名字吧 文件的名字 不会一长 还可能会出现异常 然后呢 这时候如果出现异常 我们还是做不了任何工作 直接返回 所以 这应该是第三方错误了吧 这样呢是第三方的接口 这是 保存 图片 失败 好在这里面 然后呢如果说这个时候 已经也 有了 然后呢也拿到了file name file name呢就应该是一个正常的值了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它保存到数据库当中了吧 保存 图片 信息 到数据库中 那保存数据到数据库当中的话 那我们怎么保存啊 应该是 在哪呢 咱们再看一下 相对应的是在model当中 关于房屋的话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host image的图片 我直接操作它就可以啊 所以咱们去操作它 咱们回回来还得去导入下 关于房屋的 house image 把它导过来 导过来之后呢 我们再去保存数据的时候呢 得去创建一个相对应的对象吧 比如就是house image 这样的对象 他是谁呢 就是house image 图片的这个类的一个对象 那这里面呢 id是不是不需要传呀 然后呢 房屋id house id 这里需要传的 那刚才是不是已经沉浸过查询了呀 所以上面已经有 那就是直接house id 然后呢 还有一个url 这个url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咱们是不是还是不用去保存那个域名 仅仅保存文件名就可以了 对吧 那直接就对应的是 刚才拿到的file name 放到这就可以了 然后呢 那这时候已经有一个对象了吧 有一个对象了 有一个对象了 那我们直接呢 就相当于是可以直接保存了吧 db.session 然后呢 对应的.add 操作 直接把house image 那一支往过一来 然后简单都看一下 那实际上 那实际上除了保存这个数据之外 还要保存谁啊 还要保存谁啊 还要保存谁 我们去想一下 咱们在做这个房屋这张表的时候 我们在第一天跟大家讲的时候 说过了 我日后查询的时候呢 只有在房屋详情页面的时候 才会把所有的片看出来 而在其他的地方呢 仅仅只有查询主图片就可以 所以我们在房屋这里面 是不是还设计过主要张主图片的面接呀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是不是要进行一下设置啊 那咱们怎么去设置呢 那如果说你把你的产品做得更细 这个产品逻辑更多一点的话 那你可能还会提供一个别的一个接口 专门能来让用户去设置 选择一张图片 哪张图片是这样的一个主图片 那我们在这里面呢 没有去做那么多的业务逻辑处理 所以呢 咱们就可以把它的第一张图片 作为主图片不可以啊 所以呢 也就是说我除了要去维护这张表之外 还得回过过来 维护一下房屋这里面的 这个主图片的那些地方 还得维护这个就算了 所以我们现在还得去处理它 那去处理它的话 应该怎么去处理啊 刚刚我们实际上是不是已经把这个 根据ID已经把房屋对象拿回来了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进行处理 是不是就可以啊 怎么去处理呢 房屋的对象我在上面都已经拿过来了 我现在只不过是 要把它进行一下更新操作吧 对吧 我们在一开始去创建房屋信息的时候 说过了 咱们刚才在上面这个地方 上面接口呢是保存房屋信息 在保存房屋信息的时候呢 关于房屋信息里面的这个字段 我们没有做处理 原因在于数据库当中给它设置过一个默认值 都是空的 只有有个图片的时候呢 才有数据值呢 所以也就因为说 我在保存图片的时候 这里面已经把房屋的对象拿回来了 我只要判断一下 这个对象当中这个字段 如果是为空的 那就代表是不是还没有吧 我给你设置一下 所以我在里面进行判断了 相当于 我在里面去选一下 这是处理房屋的主图片 怎么处理呢 就相当于我在里面进行一下判断 如果说房屋的这个主要的图片链接地址 这个属性 它 它什么东西呢 如果它为空 为空的话 那就相当于有可能是空字符传 或者说是哪怕是那类型 我都不管 只要是空 好了我再来判断一下 如果这个东西还没有值 它是空的 我接下来给它进行一下设置 pulse index 我把这个值给你设置为刚才的这个文件的name 是不是可以啊 我连同的一段设计设置 设置之后的话 我再把这个东西的db session 我把这个房屋也给你添加进来 是不是可以啊 我就代表修改了它的数据了 好了 这是关键的点 这点之后的话 相当于我既处理了房屋的图片保存了 然后呢 房屋对象当中的主图片链接我也处理完了 处理完之后 我再统一的db session.commit 提交是不是可以了 这时候我再去补会一下一条设计计计 db session.log 然后呢如果出现问题的话 我还要进行回滚db session.com当中的rollback 回滚之后的话 在那里面还要去返回信息 代表是数据库出现了问题 保存图片信息异常 这是关键的点 那这个地方呢 如果说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情况下 那我接下来再直接返回就可以了 返回 返回的话那应该是相对应的 ok 然后呢 aer message 比如说也写的是ok 然后呢 那还是相同的道理 我们说了前端是不是在这边上传完之后 比较可能遇到链接呀 那咱们也把那个链接给你拼接一下 image的真实的URL 十分钟 还是长量当中 我们今天所设计过的 七牛的域名前缀 再加上file name 把这个文件名拿过来 然后呢在这边给它返回回去 data等于 比如说这是这个房屋的突变连接 image uil 放到这儿 好了 那这是关于这里面 那关于刚才所说的这些地方 大家能明白什么意思吗 我要去设置相对应的两个数据都要去保存